一只橘黄色的机械手臂 灵活地在一瓶里的空间移动着 它握着毛笔 沾满墨汁 慢慢移动到宣纸上 轻轻一挥 一道浓淡相宜的墨迹就呈现出来 就这么一笔一笔的绘制 约30至50个小时 一幅中国山水画作品便创作出来 它就是由香港发明家黄宏达 研发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水墨艺术家 AI杰米兰 2018年这项发明一亮相 便获得国际关注 AI杰米兰 吸取中国山水画中的传统写艺手法 以人工智能程序绘制 创作视角非常独特 发明人黄宏达日前接受了记者专访 道出了自己的创作灵感 黄宏达其实是一名香港电影制作人 从小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 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香港赛马会在几年前 找到他做一个关于徐悲鸿水墨画的影片 做完之后他发现中国画博大新生 便想何不尝试用人工智能加立体效果来创作 从小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开指纸铺 做灯笼、做竹灭 他也有很多画神像画 从小到大对于一些民间的手艺 尤其是中国的民间的创作 都耳鱼目掩 也比较熟悉的 在美国导演了这个电脊工程 回来感觉到好像是要重新 拿起中国的文化给自己 因为这样的时候 驱使我在二十几年前 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中国理念的东西了 包括永远在我的电影上 包括永远在一些短片上 要将设想付诸实践 过程十分艰辛 黄鸿达表示 杰密乃的外壳是买回来的 没有灵魂 而创作机器人绘画的电脑程序 都是自己团队一步步写的 演创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写代码 整个过程耗时三年 赤资约300万港元 黄鸿达将杰密乃看作一名学生 一方面指导他掌握简单的笔触 另一方面对他进行编程 用电脑代码程式 3D科技控制机器人 采用不同动作 不同力度 模拟人手画画 尽量保持创新 而不是简单复制水墨大师的作品 其实最初最初 是怎样教他用墨 机器怎样大力细力 这个怎样去模拟人 其实最难的 因为我是希望他是能够将一些 学了我们所讲的基本的笔法 那这些我们怎样去能够 是 等他一理通八理明 学了一个最基本的 就将他发展 这个是一个 我们所讲如果是写 写程式理论的时候 generalization是最重要的 最难搞的 2018年10月 黄轰达协开发成功的 煎闭奶 在台北首都亮相 并展示的初次实验创作的人工智能画作 引起业界关注 2019年1月 在台北举办的首届水墨现场展博会中 由黄轰达和煎闭奶创作的 第一个人工智能水墨山水画系列 亦正式在市场上面是 这个前所未见的水墨艺术作品系列 被誉为神来之笔 相关作品被海内外藏家构藏 2019年1月 嫦娥4号探测器落在遥远的月球背面上 黄轰达和煎闭奶创作了月球背面主题作品 此系列作品在英国展出时广受好评 许多媒体在报道时称 水墨艺术已经进入科技水墨的新时代 现在黄轰达还在不断研究 进一步改进编程 让煎闭奶画得更完美 黄轰达设想机器人画画时 能受到真实空间温度 湿度时间影响 让作品产生特别的效果 如果天气潮湿会多用些水画画 如果阳光充分 就用沙笔画出显示干燥环境的画作 在黄轰达看来 机器人画和人手画各有长处 风格不同 煎闭奶并不是代替人类 而是给人类的绘画手段增加了一种新选择 我亦都给一些小小混沌数据 每次去画之前 是将它这个世界做小小混乱的感觉 每一张画都是一个 我们所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希望利用电脑 人工智能 机械 从一个这样的形式去真的去创造 而不是抄袭人类的画 所以他看到画作 好像有些人类的影子 也都有机械的影子 我希望有一个叫做人动机械卡作 在黄轰达的办公室里 陈列着他曾经获得的四尊香港金像奖及台湾金瓦奖 最佳电影制作奖杯 从获奖众多的电影制作 跨界到机器人水墨艺术 黄轰达也是想将中国画 以新方式推广给年轻人 吸引他们喜爱中国水墨画 他表示 曾经有年轻人在飞机杂志 看到杰米乃 一下飞机就来参观他的中国水墨画展 他希望杰米乃能继续演绎数据 纵笔灰傻出山水画 为科技水墨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飞机上的飞机上